教育部昨天宣布缩短学校假期 引起了全国教学专业职工会的不满 纷纷要求政府收回成命 教育部副部长拿督马汉顺 今天面对媒体追问时 没有回应教育部会不会重新检讨这项新的政策 只说会参考各界的意见 教育部23号宣布修改2020年上课年历 当中第二学期的学校假期从9天缩短至5天 而年终假期则从42天或41天 大大的缩减至14天或13天 消息一出教育部就接到许多家长和教师的意见反馈 当中不乏反对声浪 副部长马汉顺今天巡视森美兰州案邦案 继职学院的复课情况时回应 教育部会聆听民间的声音 然后和部长讨论 全国教学专业职工会也发文告说 教育部在决定缩短学校假期之前 应该先和工会讨论 他们认为年终假期缩短之后 学生完成2020学年课程后的不久 就得在新学年上课 学生难免会适应不良 因此要求教育部重新探讨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 是的 全国教学专业职工总会认为 教育部缩短学校假期的做法 又欠功允 因为教师在行馆期间 一直都有提供线上教学 教育部不能够忽视 老师们的贡献和牺牲 教育部份 教育专主席阿米努丁 接受马新社电视访问时表示 一旦学校假期缩短 学生必须花更长时间上课 这会让学生感到厌倦 影响学习禁读 会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